转回国内来看到台式新闻的独家报道 酒后骑车被远警盯上 竟然在新北市土城沿路狂飙落泡 最后被警方压制逮捕 一名骑士眼角瞄到警车就在后面 自己心虚先跑再说 遇到塞车糟糕一度没了去路 硬钻车阵再开溜 自知没去路想逃也逃不了 想转弯却跌倒 当场被带 果然酒驾上路他还快速逃逸 0.76啊 一直被追追追追 然后后来绕一圈 你听到外面很吵 我就注意看 就看到被压制 车就倒在那边 然后一个警察压制 一个警察在旁边 事发新北市土城区 黄信骑士围规跨越双黄线 看到警车马上逃跑 远警地漏感觉有鬼追得上去 他却沿路给警察追 整整一公里 最后想汽车逃跑遭压制 远警进行酒测 他酒测值高达0.76 酒后上路 远警立即上前蓝茶压制 发现黄銜三畅散发浓浓酒气 群干一 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征办 酒驾要遭法办逃逸过程 一系列违规行为 得吃上三张罚单 最高5400元 知法犯法的代价真的不少 这里录此马圣杰周宗林新北市报道 行动